歡迎收看最佛心幽默的財經節目 理財達人秀 我是李兆華 好 昨天晚上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熬夜 一路看著台積電的ADR 一度大漲將近十三個百分點 是史上首見 其實昨天輝打在盤中 也有創下歷史新高 雖然只有一咪咪 但就是創下了 看著台積電 大家心中 應該是相當的感動 但是也不免小擔心了 今天的台股會不會叫做垃圾盤 但事實證明似乎還真的是 最後中場台積電 在ADR收漲9%多 今天台股台積電收盤1085 剛剛好過高5塊錢 好 這個成績大家滿意嗎 為什麼跟ADR看起來差的這麼多 那今天台股的漲點 幾乎就是台積電將廣達 就已經全部吃光了 中小型股 今天在貴買是跌了一個多% 好 就等於中小型股開高走低喔 怎麼來看這樣的盤式 下個禮拜我們該如何配置 感覺今天應該是滿滿的大AI 可是卻沒有 這是一個正常的表現嗎 好 我們來請教今天的三位來賓囉 第一位是我們的報價天王幸福哥 好 幸福哥會告訴你 今天台積電盤中是有摸到1100塊錢的 但是隨即回落收在1085 創高壓回是不是一個正常的表現呢 下個禮拜台積電的走勢將會跟中小型股息息相關 是會輪漲還是一個起漲的狀態 另外台積電的法說會好像漏了一個族群耶 他沒有講CPO CPO最近的表現也是比較弱一點 但是幸福哥要幫大家送信心來囉 他覺得CPO只是一個先蹲後跳的狀況 那還有其他台積電相關的供應鏈 等一下會幫你一起點點名喔 好 第二位是我們的選股教練 黃金右下角 維泰 維泰上次來已經幫我們率先拆了第三季的季報集郵聲 今天要更進一階 他要演黑白評審 好 他要評到底現在 位階比較在右下角 以及位階已經稍微往上的一些公司 全年度的財報好不好 大家想 欸 第三季都還很多人沒有公布喔 這就是維泰厲害的地方啦 他幫我們先看 大家有可能在全年財報 繳出非常厲害成績單喔 可能前三季就已經轉贏去年的 那股價在右下角的當然相對委屈 股價已經開始動了 也不見得是貴 等一下來聽聽看 維泰怎麼評這些公司喔 好 第三位是我們的晉級風火輪 艾倫 好 艾倫他很有信心要告訴大家一件事喔 雖然今天台積電有點開高壓低對不對 可是呢 他對台股將要創歷史新高這件事情 非常有信心 等一下告訴你 他是怎麼樣來畫未來台股的走勢 在什麼時間點有可能創高呢 另外昨天台積電的法說 他有仔細聽喔 他說台積電有很多的飽和 但只打開了一部分 都是跟AI相關的 有一些其實藏寶圖 他已經畫好了 飽和也在那裡卻沒有打開 等一下獨家告訴你有三類 有三類跟特化相關 跟封測相關 跟通路相關的 飽和等艾倫幫你打開 心態已經做好了 首先有請 報價天王 幸福哥 好 幸福哥 我們台積電 今天其實盤中到一千一 昨天夜盤就到一千一了 所以今天到一千一起 大家沒有很興奮 尾盤只收1085 大家是有點可能想怕怕的 當然外資昨天全部都熬夜 重新改報告 所有的目標價都上調了 那幫我們來漸減這幾個 機器人今天掌跌互件 封裝 散出型封裝還不錯 CPU是比較弱的 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其實大盤來說的話 收盤其實還是表現不錯 漲了三四百點 不過呢 OTC指數其實今天是跌了 負大概一個Percent多 一個Percent多 那就告訴我們說 其實今天就是一個拉機盤 而且是拉大型的電子全資股 你看台積電漲了快五趴 鴻海其實今天早盤有創高才下來 廣達現在不錯 唯一比較弱的是昨天一樣開法說會的 這個大力光 那當然我們知道大力光的這個執行長 一直以來就是這個市場的老實說 好他會跟你講說還不錯 但是不好 他一定是據實以告 所以常常他一講完之後 隔天的股價波動都還蠻劇烈的 他已經很右下角了 可是他說十一月出貨放緩 又給他一根幾乎要跌停板 對 所以其實今年在電子或半導體產業 這個區塊 真的就是AI 一枝獨秀 那你可以發現現在季線剛好在扣底這個急跌段 在扣底這個急跌段 那其實這一段是從七月中下旬到八月初 這一段其實是非常的又急又快的跌法 那這樣子快速急跌扣底的位置 你可以發現其實今天這邊字比較小 其實今天季線已經開始斜率要翻正了 好 季線要往上走了 之前季線他是斜率有一點點點往下彎 可是今天已經正式翻正了 那我想大盤只要維持在大概兩萬三千三 兩萬到兩萬三千七這個位置 其實在斜率就會開始慢慢拉起來 所以他會有回復到一個均線的多頭排列 那剛好這個位置 月線跟季線又出現黃金交叉 所以整個技術面的指標都有開始出現轉正 那再來我們認為說這邊跳空的上漲 也代表說其實算是一個多方的表態 而且今天好處是今天是有出量的 今天是四千多億的成交量 那再來的話 因為昨天台積電法作會真的講得非常好 所以很多家的這個法人機構 特別是外資都出去了報告 那基本上就是全部都上丘 全面上調 對目標價都有上調 本來之前大概就是一千二到一千三 然後現在大概都已經調到一千三一千四 甚至呢這是第二家調到一千六的 上次有一家叫Alicia 有點難念 不過呢他是第二家也調到了一千六 那EPS也是全部的上修 之前大概41 42 現在都調到44 45了 確實 因為算得出來了 對對對 算得出來了 今年這個數字應該是差不多了 因為台積電他說我第四季 大概給出來的這個guidance 大概還會成長 十三趴 反正大家之前預估大概只有十趴 沒想到給更好 甚至毛利率大家也覺得說 可能還會有一點進步空間 那明年本來大概是五十塊出頭 可是現在大概都已經五十五 五十五以上 已經六字頭出來了 對對對 六字頭都出來了 那這個二零二六當然太遠 我們就先不提 但是至少從今年跟明年來看的話 都是上修的 那以目前來看的話 因為台積電的這個講法是 目前整個AI的產能還是供不應求 COVAS的部分還是需求量非常大 那甚至包括像英鐵爾的外包 還有代工的漲價 這個都是你可以發現 為什麼一家 股本上千億 市值已經上兆美元的公司 表現這麼好 真的是非常厲害 那今天股價過高之後呢 其實稍微啊 我覺得其實大家也不要太苛責他啦 或是說好像覺得說今天怎麼 我不敢 怎麼還收了個黑K這麼好的財報 可是我是覺得 因為台積電的 佔台股的比重真的太高了 所以你不能說只讓台積電表現 這樣其實其他的中小型股就會很吃虧嘛 所以我覺得其實他今天收這個價錢 我覺得是還不錯了 那我認為說呢 台積電今天的這個高價 有可能是未來的低價 為什麼說 因為其實我們就以之前比較市場 普遍預估的這個1200的目標價來看 其實也大概還有一層的空間 甚至不要說1300或1500、1600 我是認為說呢 接下來整個第四季升到明年初 他的股價可能會先震盪一段時間 因為台積電畢竟股本這麼大 你不可能每天說要他漲個30塊、50塊、80塊的 比較難 但是呢 他會慢慢慢慢墊高 我覺得這是他的一個未來的走勢 所以呢 我覺得中長線還是有機會的 那當然台積電好 擴散出來的效應 大家也會雨露均沾嘛 所以我們上次講說 這個先進製程 那對於檢測的需求越來越多 那其實嚴格說起來 他並不是說那種 每天都漲停的標股 大概從這邊到這邊 漲幅大概是6.8% 當然他有過高之後呢 收了一個長上影線 所以呢 目前就是沿著五日線慢慢往上爬 不過這個我們剛剛講 就是因為製程越來越複雜 然後加工的次數越來越多 那難免一定會有一些狀況或錯誤發生 那這時候我們就要檢討出原因 那這個需要檢測就會越來越多 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至於說呢 今天大家可以發現 有一些漲多的貨物開始震盪之後 其實呢資金又會找尋新的出海口 像一些之前整理過的 比如說像是面板級封裝的股票 最近有些就很強 或者說像今天早盤 我在看群狀什麼莫名其妙 早盤又衝一小段 衝一小段 這也是有概念 那還有冬結 然後最近最強的是遜德 當然遜德 除了這個面板級封裝之外 其實他的台積電自動化設備 是他這一次主要的題材 所以他股價最近漲漲蠻兇的 另外呢大家比較耳熟 那種萬潤 泰森 有威科 天虹這些 你可以發現 最近的這個股價表現漲跌都有 但是呢實際上 他們蠻多的公司業績 其實確實真的都有慢慢開出來 我們可以從九月營收的月跟年的表現 還有累計成長來看 有些特別像萬潤這種 為什麼今年可以從年初漲了一倍又一倍 原因就在這裡 然後這邊有外資跟投信的進出 大概可以簡單做一個參考 那我覺得是這樣 因為未來的一個發展性 有時候是題材走在前面 就像譬如說矽光子 其實他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真正量產 不過呢題材通常都會領先 實質的這個產品 可能半年到一年發酵 那未來這個所謂的面板級的 散出型封裝的話 也是有這樣子的一個概念在裡面 好 那我們就簡單看兩檔個股 一個是最近很標的遜德 我現在以前也很牛皮過 對 現在變好標 沒錯 因為他本來做的是跟PCB設備比較相關的 但是現在他也切入台積電 要做這個自動化設備 然後他未來還有這個面板型散出 封裝的一個題材 當然我覺得今天爆這個量之後 大家也不用特別再去做追高 因為最近他大概是從一百 不到一百二漲上來 九月初到現在 不過才一個月而已 對啊 已經漲了快一倍了 所以在這個位置上 我們可以把它列入觀察名單 但是最好的方式是 他這一波就是沿著五日線爬上來的 所以這個短線乖離有點大的情況之下 就先不用追高沒關係 這是第一個 然後另外一個呢 是這個天虹 那也是過去算是 不是說大家非常耳熟能詳的股票 不過呢 他在所謂的相關面板級散出風窗的 這個部分也是有他的著力點 所以你可以發現他最近的股價 雖然今天過高之後做了一個拉回 不過整個量跟價的部分 都還是維持一個偏多的情況 所以這個我覺得也是可以注意 那投信是有小幅的做琢磨 所以我們就觀察一下 是不是呢 這一波他的相關走勢呢 還能夠持續延續下去 這是第一個 再來我們看另外一個部分 也是這兩天呢 很熱門的這個工具機 或是自動化相關的一些概念股 甚至說你可以把它認為是機器人的概念股 也是可以 也舉個例子 就是他是一個全球性的ETF 叫全球機器人跟自動化的ETF 是 你可以發現他真的從低檔區 有漲一波上來 其實你可以發現全球全球化的一個趨勢裡面 這個自動化的趨勢或機器人的趨勢 其實也可以從這一檔國際型的ETF 來去做觀察 所以你可以發現各家科技大廠 甚至連坐車子的廠商都跳進來 要看這一塊 所以未來這個趨勢的發展 我認為還是一個產業的一個大方向 不過這個裡面你可以發現 他的營收成長動能就會稍微比較撐摯不起 沒有像設備一樣說那一下可能就50% 100%的成長 主要原因就是說 因為可能很多他現在還是以概念為主 以概念為主 所以我們看到他的營收成長 要嘛是比較溫和 不然的話呢可能年增率的部分到目前可能都還是衰退的 那這個其實我們還是特別觀察一下 他的目前基本面的進度 那今天表現最好是這個大英圍 我從頭鎖到尾 對 大英圍 那其實你可以發現最近呢 如果外資買比較多的話 或者說外資跟投信有一起買的話 相對來說的話 籌碼面的一個優勢是比較好一點 那我們直接看兩漲個股 一個是大英圍 就先來看大英圍 其實他不是只有所謂的機器人或自動化 其實他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他也有出台積電 先進封裝設備的這個題材在裡面 所以最近的股價才會突然一下子變得這麼飄悍 因為很多設備股都已經漲很大一段了 可是之前大英圍 大家沒發現他的時候呢 其實他股價沒什麼漲到 那消息開始慢慢出來之後呢 突然這一段就出現了急拉 急漲 不過也一樣短線管理有點大 先不用說追高 等他先稍微拉回五日線再觀察 有沒有切割的機會 這是一個 然後另外一個是這個值得 他做這個相關的 也是整個工具機裡面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零件 那你也可以發現他最近的股價呢 連三根大漲之後呢 今天稍微有點黑K棒 不過量的部分並沒有出現 很明顯的這種爆大量的情況 大概是我覺得整個架構上還是偏多 但是如果說出現這種絕對爆大量 像上次這個 而且是高過前高低過前低 這種所謂爆大量的黑K 你可能就要小心 他會有一段拉回 今天這個量雖然稍微有點大 但是沒有像這種是絕對大量 而且他今天只是壓回不到 大概三分之一個紅K棒吧 不是像這個是把前面完全吃掉 那這你就要小心 所以我認為說 這個如果就稍微整理一下 拉回到月線附近的話 你可以把它列入你的觀察名單 這是一個 好 那最後是 最近最標的CPU CPU 但是有蠻多都是這樣的線型 創刀以後往下跑 主要一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真的是漲很多 像是這個聯亞 華新光 聯軍 像華新光也是大概漲了八成 漲了八成 那你可以發現今天幾乎大部分的股票 綠油油的 對 都是跌的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第一個短線漲幅真的很大 而且在高檔區 越來越熱門之後 有時候如果大家上網去看 每天當沖成交的熱門股裡面 基本上最近的CPU的股票 不管是什麼聯軍 華新光 仲達 幾乎都是榜上有名 那在高檔區 這些做短線課的衝來衝去 有時候籌碼就會衝亂掉 所以會代表說 你可以發現 法人真的最近 就會開始忽買忽賣 一買一賣 所以像這種個股的話 其實短線漲幅很大之後 你可能在高檔的操作 就是手腳要夠快 那不用說 一定說看漲才追 特別你看很容易過高 然後當天就收黑K 過高當天就收AK 那代表說 其實他現在目前 是要先經歷一番整理 那仲達也是 其實你可以發現 他這一波從底部拉起來 是漲得又急又快 然後在高檔區也是一樣 有稍微爆出一個比較大的量 今天剛好回這月線 但我認為說 CPU應該是未來的一個產業趨勢 應該不會說全面性的就馬上轉為空頭 但是畢竟這一波漲幅超過一倍 甚至兩倍的大有人在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個需要讓他的籌碼跟技術面在做沉澱 那這個時間點 可能會拉比較長一點 可能半個月一個月都可能 所以短期之內 如果你手上持有低檔區報上 我是覺得你可以先做部分的獲利了結 然後把資金轉移到一些 可能位置比較低的 最近剛剛法人開始關注 或大戶時務開始關注的股票為主 那CPU的話 我們先讓他休息一陣子 等待他下一次籌碼再集中 多方再重新集結的時候 我覺得可能半個月 一個月之後會比較有機會 好 台積電的法說 連續兩次應該都有提到 COAS先進封裝 可是對CPU就比較少琢磨 那我們坊間會知道可能有跟台積電合作就上全 加速真的比較少一點 所以大家可能對這個產業 它的波動有時候會比較容易失去信心 對 那我覺得中長線是沒問題的 但是主要還是在短線的一個 乖離過大跟籌碼面有點亂的 但是產業趨勢大廠都看上的 我想應該方向是不會錯的 好 這邊非常謝謝 報告天王 幸福哥 謝謝 幸福哥有提到 今天台積電盤中莫到一千一 但是往下壓 其實這樣的表現已經很不錯了 因為台股總不可能一下子 短短幾天就噴到創新高 這樣的節奏這麼急 很多投資人會跟不上 還不如在台積電帶頭的領軍的狀況下 相關的股票輪流做表現 那當然現在蹲低的 例如說像細光子 他覺得前景還是蠻不錯的 不妨趁有一些股票在休息的時候 好好找出你心目中 好的未來有前景的標的吧 好 廣告回來 我們的維泰哥黃金右下角要上場了 他要來告訴你了 今天他來當評審 評什麼呢 評很多 第三季的財報 也許出爐了 也許還沒出爐 但維泰哥更進一步幫你算出 全年預估值 誰是他心裡面低估的好股票呢 好 當然昨天我們看到台積電繳出了 非常厲害的第三季季報 EPS十二點五四元 真的超強的 但是不要忘記 現在陸陸續續 有很多人的第三季季報會出爐 只是截止日到十一月十四號 還有一段的時間 這段時間我們要找誰 我們就要找黃金右下角啦 我不要等 我不要等他們出爐 因為你不但幫我們先抓第三季的財報會號 因為上次有講過嘛 營收出來了 用產業面來稍微釐清一下 是有機會 現在更要直接啦 好不好 直接全年大放送 對 因為現在研究員都要看明年了 對啊 對不對 看今年小case啦 所以現在有分囉 黑軍跟白軍 黑湯匙跟白湯匙 到底你會選誰 好 我覺得都有機會 我們先來看一下第三季的一個財報 已經搶先公告的一些公式 台積電 昨天公告了 對不對 他的EPS是十二點五四 然後就創下新高 那萬論也公告了 這個前三季就賺一個股本 ok 然後大力光雖然說對展望沒有很好 但是一樣 在第三季的一個財報 他也是創下了近兩年的一個新高 好委屈 對 ok 好 然後華新光公告出來是零點九八 那麼較去年同期稍微略略的一個衰退 然後還有軍豪小幅度季減 跟內亞科是連八虧 連八季虧 但是股價真的也躺在非常右下角 所以說在第三季財報的 這一些的一個公告之後 其實對於股價的一個反應 有些是好 有些是比較差一點點 ok 那我現在這邊要跟大家就是做一個報告 就是說事實上第三季財報我們會關心 但是現在如果說在操作面來講 我們反而應該要把眼光看得更遠一點點 所以我必須要講說第三季的財報很重要 就像上次我們找到的 有些營收表現好的潛力股這邊又出爐的 但是這時候再去做交易的時候 我們其實應該要把眼光放遠一點點 如果說我們能夠看到就全年的EPS展望的話 那可能對我們在選股上面來講會更有底氣一些 好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這個 現階段選股不能夠看Q3財報 要有全年的一個財報展望 我希望幫大家挑選今年EPS大幅 不是那個吃的大幅 是大幅度的超越去年的個股 希望是草莓大幅 好大幅的定義 其實你有定義吧 對不對 非常非常的嚴苛 我認為我本來以為這個條件 溜下去我會找不到股票 是 就沒想到還找出非常多 而且是大家耳朵能香的一些熱門股 好 熱門股 對 首先我們先看第一個條件 第二季的EPS激增10%以上 是 為什麼從第二季開始看 因為第三季的數字還沒有辦法 全部看到 對 所以我們現在是說 如果從第二季這種所謂傳統的這個所謂淡季 淡季能夠不淡 這是第一個條件 第二個 第二季的EPS 叫去年同期大幅度成長50%以上 其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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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 等一下後面看 很多 OK 好 再來 今年上半年的EPS 較去年同期成長 百分之五十以上 等於半年報很優秀 OK 甚至呢 今年前九個月的這個累計營收 年增百分之五十以上 是 然後呢 他們都出來的結果 如果 如果說他在去年上半年的 今年上半年的EPS超越去年全年EPS百分之五十以上 是 代表他超標 代表他超前進度 是 好那通常下半年基本上不會比上半年差 大部分都會六六上市下六這樣的比率 對或者是差點就是五五或是四五比五五 OK好所以如果說能夠掌握到今年上半年的EPS已經超越去年 全年的百分之五十 或者是更高的話 是 那基本上就篤定他全年EPS會超越去年全年的嘛 好但是評審他的股價搞不好也超越啦 對可能股價已經有先發動 是 OK 所以我們今天要幫大家來找找哪一些的股價其實已經先發動在右上角 是哪些股價還沒有發動在右下角 好我們看一下 好哈哈哈哈哈哈 剛剛我們說的這個黑白黑白大廚 我覺得一個人能夠分飾兩角然後還如此的穿勝 這也不容易 是 而且長得還蠻像的 好 我們主要是來看 白湯池就是說這個股價已經往上漲上去的 是 那白湯池隊的隊長 隊長是誰 五二七四的信華 好 好 是 隊長 因為他第一個他股王嘛 對啦 你能夠說他不是隊長嗎 是 他應該是隊長 好 應該是隊長 OK 而且他從他的周 K線來看 他體力確確是從這邊二字頭漲到五字頭 然後這邊開始往下做修正 是 OK 好 那麼黑湯池的隊長呢 是 就是三六六一的四星 KY 好 好淒涼喔 他他們都是高價 不是 他是前股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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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現在要來一個什麼學歷帶滿宮 好 看有沒有機會 好的 那黑湯池的代表就是說他股價其實在右下角 但是實際上他今年預估的獲利是大幅度成長 是滿 我剛剛說的 升到百分之五十多 好 OK 好 我們趕快來看一看 在這個 所謂白湯池跟黑湯池裡面 到底有哪一些的一些個股 是 值得我們去做一個留意 好 就是轉營去年 有機會轉營去年全年 而且機率很大的 是 但股價現在是在右上角的 好 包括像是萬潤 明宣 光盛 元巷 信華 富邦金跟永道KY 好 不管是他在今年這個 EPS 的部分 或者是叫去年同期的部分成長 或者今年上半年 EPS 叫去年同期成長 或者累進一收 都看到非常非常亮眼的一個成績單 可是呢 唯獨就是他的股價 本益比有些東西比較高 是 例如說萬潤已經有在修正了 對不對 可是他還有三十五點九倍的本益比 其實還是有些可能稍微偏高 那像是這個光盛 這個矽光子 矽光子相關的四十五點四倍的本益比 還好啦 以矽光子來說 如果能夠更低 應該是更好啦 好 我沒想到他那麼高 他七十三點一 對 七十三點一 OK 然後再來像永道KY 這邊有二十幾倍的本益比 OK 好 那有一些傳產的就是像這個明宣 股價競爭比也三點三八倍 OK 所以其實在這麼多好的公司裡面 是 事實上有些他的一個股價 其實是目前是在右上角 那並不是說這些公司不能買 但是我們會把他列入我們的一些觀察名單 那有些觀察名單 有些重要個股 我想跟大家做個分享 好 第一個就是三二二七的原項 他是國內唯一一個可以自主開發完整CMOS Sensor的晶片 那主要現在用到今天說的所謂光學滑鼠 然後最近一些遊戲機相關的一些這個Sensor的晶片 基本上都是跟原項有相關 所以未來看好電競滑鼠 因為最近有非常多的3D大作 是 OK 這邊就開始做推出 所以 電競滑鼠 還有一些新的遊戲機大廠 他們都推出新的一個遊戲機 所以對於他們的一個出貨 是很明顯的一個增加 好 法輪預估今年的EPS是十二塊錢 但是去年全年他的EPS只有五點五七 幾乎成長一倍 對 幾乎成長一倍 好 是 那麼再來呢 外資的部分呢其實在最近是持續地看在 站在買方 先前投信已經進場做卡位 到目前為止 投信還沒有出場 是 大股東的部分也在持續做加碼 所以像這樣子的個股呢 股價這邊拉回 你可能覺得說他可能有點拉回對不對 可能會很危險 那是我跟大家講不用擔心 為什麼 因為看到這個波段上漲最大量在這個地方 是 現在剛好就回測這大量點而已 好 他並沒有跌破之前的大量換手區 是 OK 所以其實這種個股在基本面跟籌碼面 都還相對的表現優位情況之下 雖然說在右上角 但是大家也不用特別的一個緊張 好 那除了原相之外呢 二八八一的富邦金 好 其實金融股你今年貢獻良多 一路把他們慢慢這樣子 講上來 對 只不過要有耐心來抱得住 好 但是呢 我相信這個等待是值得的 為什麼 因為可以發現到 富邦金 他在今年前九個月的這個稅後盈餘突破一千兩百億 這獲利數字還不輸電子股 沒錯 EPS 前三季的字節EPS是八點六 是 去年全年也不過才四點八 是 所以他不算 他不算這個第四季 他就已經幾乎是double去年的獲利 所以我認為說 全年預估EPS能夠賺到一個股本 或者超過一個股本 所以挑戰過去曾經有過十 十二塊錢的EPS 我覺得都是有可能的 是 如果說是這樣子的一個獲利預估的話 你會不會覺得現在的股價在九字頭好像還有一點點不夠 好 慢慢墊 慢慢墊上去對不對 對 好 但是如果說以一個股本的預估來說的話 對 對 好 外資這邊其實是持續站在買方的 但是外資也是非常有耐心 口口買 一直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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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投信呢 其實也在買 也在買 也在買 但是買的並不是很積極 就是 就是固定在買 固定在買 那大股東的部分也在持續做增加 是 所以這場個股我認為可以當作未來這個所謂金融股的一個重要指標 好 如果富邦基金領先過高 那相信其他的包括像國泰 或者是中信 是 元大等等都有接往上去做跟進 等於大盤不管是慢慢的要創高 或是快快的要創高 金融股是不會缺席的 是 好 好 看完兩檔在右上角的 我們來看一下右下角的 好 好 大家可能會比較喜歡這個股價 還在什麼 右下角的 大家很期待你這樣做 因為沒有做 可能大家會覺得怪怪的 對 好 右下角 有誰呢 來 永威投控 貫德 台光電 技嘉 雅翔 文業 四星KY跟至上 其實蠻多都是今年飆過的 曾經飆過 也有一直都不飆的啦 等一下來看 但是現在 但現在他的這個利益本益比 有些本益比 現在在十五倍以下的很多 好 很多 那是看 他今年EPS 上半年就有成長 甚至成長一倍的 真的都成長非常多 一倍 OK 好 那累積營收也成長非常多 代表他們都是本業在做成長 是 OK 那這些個股呢 有些本益比偏低 有些股價金比偏低 所以我覺得這些個股大家是可以去特別做留意 好 那我們一樣幫大家來挑兩檔 跟大家做分享 好 首先第一檔就是二三七六的技嘉 好 今天你在講他之前我有說 很多人都在期待 用右下角來挑 又有價值 又有成長性的 對 對 就是他 眾望所歸就是他 是 但講那麼多 他還是很蠻整理中 因為講的不夠多 好 那看 微太能不能一個人抵十個 好 好 最近技嘉他也在尋求一些轉型 好 他除了技綱 做整個所謂氣忍 藝忍的一些方案這個推出之外 他有一個 他從原本賣伺服器的一個公司 就是賣硬體 他轉為做什麼 AI資料中心的解決方案廠商 是 因為現在有非常多的企業 他都希望能夠有這個所謂 AI 是 還有資料中心的一些這個所謂的一個業務 所以他幫忙去做這一些的一個輔導 當然這個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我在輔導過程當中 我就可以賣我們家的產品 是 對 OK 那這樣子的業務項目 基本上毛利率一定是高的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可以預期 接下來的GrossMology會往上拉高 好 毛利率會往上跑 好 那這不是不是一個計畫 而是已經在執行 是 目前已經實際建構完成五座 歐洲的什麼 AI資料中心 是 OK 所以這個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轉折 還有就是NVIDIA明年要推新的顯卡 所以現在已經有開始去做一些相關的一些survey 是 所以明年的顯卡會升級 順便預告一下 好 預告一下 明年顯卡相關的零組件 包括像Power Sake 是 基本上升級 都會升級 都會升級 好 好 所以我們下禮拜要聊升級概念 下禮拜再看 所以技嘉在這一塊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有轉型 好 OK 好 那麼外資的部分這邊其實有賣有賣 我覺得這個是短線外資 但重點是法人預估今年EPS十五點九到十六點二元 是 去年也不過才多少 七點四六而且明年還有機會再往上叫做走高 是 以目前的股價表現 局限糾結 我覺得這邊有點委屈 好 他一直都讓大家覺得有點委屈 可是你看大戶持過 也是一直下降 下降到這邊才稍微開始有一點點 開始有點回溫 對 好 這個是第一檔即將 第二檔是六月三九 雅翔 這檔也蠻多人問說 其他設備股都在天上飛 但是不要忘記雅翔飛過 對對對對 好 那公司表示目前在手訂單高達一千兩百九十一億 從歷史新高 那大家很關注就是說 據傳先前就接到這個世界先進跟恩智府在新加坡的設廠訂單 是 對 OK 當然公司沒有出來 否認 我不承認 也不否認 這就是這種默認 所以外資現在也是還在觀望 投資也在觀望 但是大股東的持股本來是在降 但後來現在開始往上做增加 是 一樣現在的一個這個所謂的均線在這邊糾結 糾結著 股價在這邊亮縮很滿打底 所以類似像這樣公司 我覺得這個EPS很好 後面展望也不錯 是 股價其實應該還有往上走 走高的機會 好 那如果你是評審 你到底 你會比較青睞白湯匙還是黑湯匙呢 如果是我 當然是要右下角的黑湯匙 好 好 好 因為說什麼實話 他們都是一個低估的狀態 沒錯 好 期待他們能夠落後補償 是的 好 這邊非常謝謝我們選古教練 薇泰 謝謝趙華 好 今天薇泰大放送 以前只給黃金右下角 今天黃金右上角 一并給你 重點在什麼 重點在今年上半年的財報數據 就已經跟去年全年比 已經領先非常多的 這樣代表 今年的全年相當的可期 那當然右上角是有它的動能所在 可能籌碼狀況也比較好 那右下角呢 右下角就等有緣人囉 因為目前的狀況是比較低估跟委屈的 如果將來漲起來 可能利潤空間也會相當的驚人囉 好 廣告回來 我們的瘋火輪艾倫要上場了 等一下 獨家告訴你喔 好 台積電的藏寶圖裡面 已經開的寶盒就是AI AI AI那誰還沒有被打開呢 今天股價 我們有講 航空母艦過來 中小型股退下去 可是艾倫從中小型股看到有三類 其實形態已經做好了 等一下會告訴大家是誰喔 好 今天的盤是對於艾倫這樣子中小動能的選擇者來說 是又期待又怕受傷害的一天 因為昨天看到台積電的大漲也可以預料到 今天中小型股可能相對會比較辛苦喔 但是畢竟台積電它的法說會裡面有很多的秘密喔 好 我們就要來請教艾倫了 先問你今天是 今天星期五晚上 好 星期五晚上是高興的喔 好 你剛剛跟幸福哥的看法 雖然目標一致 對 但節奏可能不同喔 是 台股你覺得是非常有機會站前高的 是的 而且可能不要等太久喔 沒錯 可能等一下告訴我們為什麼喔 好 好 台積電飛起來了 中小型股今天被擠開了 是 可是擠開了你卻發現有三類 其實形態還不錯 是 只是休息一下 是 而且它跟台積電也是相關的 沒錯 其實我覺得即便今天有被嚇殺的中小型啦 是 我覺得其實都應該要看喔 因為他們前面漲 如果是先上漲後回落的 就是形態是不錯的 是 因為今天其實是資金輪動 不是大盤不好喔 對 所以回落反而是找買點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我們的這個大盤的部分 好 大盤呢 今天就一口氣 又一個這一個多 那個多方的缺口出現了 對 所以短線上我們就把這個支撐啊 上調到了這個原本的壓力區 是 就是23350 前高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就會成為短支撐 那接下來就是 23000 23000 還有這個22850 這個是原本的支撐 那我們現在是把支撐向上去做調整 那不過壓力我們就要注意一下 今天啦 雖然開高 可是碰到哪裡 碰到7月18回補完缺口的這個空方缺口上緣的位置 補了沒啊 補了 多補50點 多補50點送你 對 因為原本是2365多 是 可是今天最高點是713 那看得出來應該是碰到了一個原本的缺口壓力區之後的走回落 不過這個走回落呢 我們還是要記得今天還是肯留下多方缺口的 那就表示什麼 表示我們在這一個震盪墊高的過程中 又多塞了一個多方的強勢缺口 是 所以這個多方缺口會是一個 我個人認為啦 這個突破高 那算是一個多方的強勢表態 所以呢 在整體 原本還沒有這根之前啦 它其實就是沿著上升趨勢現在墊高 那今天是又有一個新高 高前高的一個表現 那基本上就是維持多頭繼續走了 那不過我們接下來要注意 我們之前在講台積電的走勢的時候 我們有說台積電已經來這一個區間震盪了 好 它已經在高檔 它已經過高了嘛 對 之前來的時候那個台積電還在這邊嘛 是 那台積電現在已經在這個地方之上了嘛 所以表示什麼 表示台積電已經領先 以前大盤去創歷史高 好 禮拜三的時候你還特別提到 台積電那天被艾斯莫爾的新聞有點壓毀 對 覺得有點可惜 對 因為要創高後壓毀比較健康 是的 那今天就是創高後有點壓毀 沒錯 今天雖然壓毀喔 但是還是新高 對 也留下多方缺口 是 對 所以我個人認為在台積電已經拉高的過程中 大盤基本上是肯定要跟著一局創高的 肯定嗎 肯定 好 應該吧 對 好 那這 因為其實這邊也是一樣嘛 我們前高也是台積電先過嘛 對 這邊的高點也是 也是 都是他 對 那今天歷史高點也是台積電先過嘛 對 對 所以在台積電還沒有明確的整個 譬如說可能跌破上升趨勢線之前 台積電基本上有漲多回落 震盪後應該都是繼續向上去走高 對 所以大盤我個人認為非常看好 那今天又留下一個多方缺口 是 而且今天的量還不錯喔 有到4800億 一個價場量增的形態 那唯一可惜的就是整個上櫃的資金都被台積電吸走了 對 所以當大盤開始休息 台積電休息的時候 誰要好好注意 中小型個股 好 因為自己要輪回去了 好 所以台積電不會一直一直跑嘛 就跟剛剛幸福哥講的 如果只有他一直跑 大家都不會開心的 大家都沒什麼感覺 好 對 好 那再來我們繼續看下來 我們今天是來看一下我們的海公公 恆海的部分 好 因為今天是郭董 郭董的生日 是 好 那鴻海呢 我們之前有說壓力在哪裡 在210.5 兩百一十塊這邊 他還真的就卡在這 對 今天稍微休息一下 不過我們還是記得 這個在反彈的過程中喔 鴻海是沒有跌破過五日局限的 對 所以他今天雖然碰壓力 有些小黑K 但他還是沒有跌破五日 他還是維持一個上升趨勢 所以在這邊呢 回落能不能買 可以 我會覺得停損點就是去抓五日均線 或者說你就畫一條上升趨勢線 在收盤價去做跌破的時候 可以當作是一個停損點 是 對 那因為來到壓力嘛 可是人家趨勢還在嘛 那在這邊就稍微比較尷尬 那不如等下來一點點 如果趨勢還在 那也許這邊高點就能夠做突破了 好 再來呢 就是我們之前 有講過的機器人 好 今天羅生應該也是開高走低 就讓大家 對 一堆 好 一堆是不是 一堆 什麼隱漢 橋服 對 因為都在你的手臂範圍 周小新谷 就眼睜睜看著一堆這樣子 很恐怖欸 然後還有什麼森陽磅 哇 這今天全部都是很壞 主地很壞 森陽磅他的股性就是那樣 對 其實很多人說他 因為他叫磅 就做磅套 做磅套 對 真的不行 升磅套 OK OK 反正今天看了一下 也是澡盤飄飄亮亮的 但是撒下來一樣有收下影線 所以形態上我們還是去注意 我們之前我們在這邊有講嘛 這裡是壓力區嘛 好 他才剛突破下降趨勢線 然後遇到壓力區 對 那確實在這個昨天的時候來到壓力的守備範圍的時候 就是開始收一些震盪 是 那不過今天其實我覺得還不錯 還不錯 對 因為他是有收繳的 對 他碰均線其實有人願意做防守 是 所以在這邊也許在這邊慢慢消化震盪震盪 震盪 後續 形態均線拉上來 應該是還有機會再上來 好 對 所以後面可以再觀察一下要怎麼去讓他的形態越來越好看 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河村 河村呢 動摊機器人 沒錯 河村呢 今天 在昨天也有一個小心高 對 那我們有說過河村的守備範圍在這個地方 是 對 這個72.5到73.5 是 所以在這邊做了一個破底翻 均線全部站回 在這邊做一些震盪 也是跟羅生觀察方式一樣 好 我均線跟上 我形態慢慢越拉越好看的時候 能不能去消化上面的賣壓 所以後續還是有機會的 好 等於機器人看起來今天有點高高走低 可是整體來說幾乎形態上都沒有破壞的 對 我甚至覺得他是 因為原本是空方嘛 對 那前面這禮拜前面幾天強勢的時候在破壞這個空方 是 破壞完我可能階段性目標達到了 對 那我就剛好正著休息 我覺得休息的時候應該還是要特別注意啦 是 機器人相關 好 那不過還是有其他機器人今天呢還是不錯的 好 那或者是形態更好看的 是 一個是金榜 人家號稱最便宜的工業4.0 他不管在哪一個領域被站上 就說他是最便宜 對 因為他確實真的很便宜 因為他代工的很廣 是 對 然後股本也比較大一點 是 不過他可以去注意的是 我們這裡也是一個小平台做突破 是 那這裡也是一個前高做壓力做突破 對 所以在一個階段性的任務達成之後 這邊稍微這兩天其實都沒有怎麼樣 因為均線也都還在跟上 是 對 那也沒有 創高也沒有破底 所以等均線跟上之後應該還是可以去挑戰這個前高位置 好 後面可以注意一下 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F5裡面的成員 好 你的右手臂 台達電 台達電 我們之前那個趙寶老師說過 我們買率 我說的嗎 對 對 對 左側交易 對 對 左側交易 說要買跌的時候 是不是 左側交易 確實 但是現在呢 又稍稍的有一點回來右側的狀態 是 我們這個小前高 請大家小心一點 對 對 要注意一點 他那個真的很奇怪 你看他這裡漂漂亮亮亮的 就是硬要先跌來這個上升趨勢線 然後再給你拉上來 對 所以他整體而言 他今天其實整個均線都站回來是不錯的 可是大方向上 我們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邊其實比較偏向震盪 對 就是底點有 底底高 對 那高點呢 卻也都是上面蠻多壓力區的 好 所以台達電是一個我覺得比較偏防守型的 所以有回落的時候 應該還是可以去介入 然後穩穩的這樣子 這個是兩個機器人的部分 是 有穩健的 又有高波洞的 是的 這個是藏寶圖來了 自主非常用心 很棒 對 這可能就是我們 那你要好好的講一下 是 是 是 這個是有開箱的 滿滿的鑽石 AI伺服器 然後AI也是有 其實就AI了 對 對 AI有兩箱 是 然後再來就是機器人 好 機器人 對 那我們今天來講還沒有打 打開的 有特化 消費性電子跟封測 打開是長這樣嗎 打開是長 這打開應該長這樣吧 對 對啊 會裝奇怪的東西嗎 對啊 不要應該 對吧 應該不會有些奇怪的東西 為什麼我愛哥在下面笑起來 會裝什麼 這個是我們 裝貓貓之類的 對 那蠻可愛的 OK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幾個個股 好 封測開箱 封測 好 你要選精彩 對 為什麼選精彩 因為他第一大客戶就是台積電 然後台積電 有入主 人家的子公司內 對 沒有錯 然後佔整個精彩營收 比重達七成以上 對 那整個第三季都是旺季 所以在接下來Q4這邊能不能繼續延續Q3的走勢 我說基本面啦 應該是不錯的 不過呢 最近這個比較直覺性的這個台積電系列 譬如說中砂 對 譬如說精彩 在前面昨天或前天其實都有創一個新高 就是有壓寶買盤 好 壓寶的 對 可是今天 中砂跟精彩 全部都是長這樣子 是 那基本上就是獲利調節掉了 所以應該是一個短線客的這個隔日沖 稍微壞掉了 現在超多 對 因為可能大家都覺得很好嘛 台積電我也買 台積電直覺性的一些個股 我也買 是 對 然後在這一個公布力多之後 拉上來之後 我全部獲利掉 馬上賣掉 對 不過精彩 為什麼還是可以看 基本上第一個基本面沒問題 是 那第二個技術面上出現一些好轉 什麼叫好轉 其實在這邊已經出現了一個底底高 是 對 那昨天雖然今天看起來又跌下來了 不過昨天其實是有過小錢高的 所以他已經拉了出一個這樣子的走勢了 是 對 那接下來我們要注意就是250塊 這邊有一個 兩個 三個 壓力啊 對 這也是250塊 所以250塊這邊啊 如果我們能夠延續這樣子的走勢 然後慢慢去墊高 250如果能夠做突破 對 那這邊是很有機會在挑戰前高283 對 所以目前的走勢 還沒有到非常非常的強 可是有在轉穩 至少我新高高前高 新低高前低的走勢又拉出來 對 那或許在這邊我們可以去注意一下 當然我覺得週一還不要急著介入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嘛 這邊的籌碼其實不太好看 是 對 有一個爆量吃昨天紅K的狀態 隔日沖 壓寶行情 對 我覺得隔日沖出來太多 幾乎沒問題 每一檔 對 都會呈現一黑一紅的狀況 對啊 對 不過長時間的趨勢有好轉 所以我們可以等待一個明確的止跌訊號 或者是說開始上漲的訊號 再重新去做介入就好了 是 所以這邊精彩還是可以去看的 另外一個就是光養科 你的老朋友 對 光養科呢 是特化材料 今天特化材料在盤中有一度集體小反彈一下 對 對 什麼中華化 旗太科 對 好幾檔 是不是還有檔漲停板 我現在喊不出來 但特化 對 對 特化是盤中才開始拉的 對 但是尾盤又稍微有一些賣下來 我們還是可以看一下光養科呢 那我們先畫一下前低 有出現一個底底高 再來呢 一樣 你看 昨天也是直覺性的嘛 今天又全部又殺下來 對 對 也是跟台積電比較有關的壓爆行情 那不過呢 還是可以注意的重點是因為這個下降趨勢線做了一個收盤價的突破 是 所以再加上這裡的這一個低點連成的上升趨勢線碰到了 所以他已經來到一個相對低 相對支撐的位置 然後破壞掉原本整理的形態 雖然今天也是一根黑K伺候 可是這邊應該還是直穩的狀態 那我們就跟前面講的精彩一樣 後面禮拜一觀察一下能不能在這邊繼續做沉澱 然後拉出一個小心高 那反彈趨勢基本確立 我們就可以再期待 看他能不能走高一點了 所以你選他 基本上還是因為他跟台積電的關係是明確的 沒錯 不像有些特化都說有可能 有機會在送樣 是 所以我就乾脆選個台積電像CPU 那可能就是看上全 也是這個感覺 好 好 那再來看一下文業了 難得很久沒有看到這一檔個股了 以前也做到天上去啊 文業大連大 對 今年第一季的時候 走是兩三百塊去 對啊 不過到目前為止 雖然低點沒再破了 對 但也是在一個底部震盪的狀態 沉澱很久 是 那Q4 Q1大家有在說嘛 可能這個消費性有機會做一些復甦了 希望 希望 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些大哥級的 那這個型態是OK的 因為已經出現了一個箱形整理後的多方突破 那多方突破這邊也都是在守 原本是壓力轉支撐的位置 所以這邊型態是還不錯的喔 然後也出現了一個明確的底部 那剩下就是說 我們這邊能不能延續去墊高 先把這個地方 這裡是一百二十一塊 做一個收盤價突破 那如果能夠突破 這邊這個更大的底部就成立了 是 對 所以目前有一個小小的底部成立 然後開始慢慢一些推升 那就看一二一 如果能夠做突破 這個從八十三塊 今年的這個 最低點 股災的時候 對的大盆整區 我會覺得是可以值得去期待的 好 看看年底 高股企業 ETF要換股 要不要再來選一下他 沒錯 那再來另外一個就是全科 上次好像有提到過一次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型態 型態今天盤中是有創高 創高之後又收了一個長頭髮 他有長頭髮 對 他之前的K棒都好小 對 然後到了這一區之後 他開始大起大落 對 而且成交量也是啊 開始做一個爆出來 開始大起大落了 所以我會覺得他開始有一些波動 表示一定有人在做關注 對 對 然後前面這邊喔 頭信其實買了很多天 對 那今天雖然我們有一個小心膏 然後拉了一個上癮線 對 長髮 對 長髮通路 長髮通路 對 長髮通路 可是我們還是可以去注意的重點是 低點他都有手啦 上升趨勢線都有手 對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今天雖然收了長長的上癮線 不過連五日均線都沒有破 是嗎 所以還在一個明確的守備範圍 那這邊做震盪啊 好 等籌碼再乾淨一點 或者說等這個中小型 或者是等這個族群有集體表現的時候 他應該就有機會拉一波走勢出去 這個是今天介紹給大家的 好 就是藏寶圖裡面的三個寶箱 是的 而且相對於在半導體領域裡面 也算不算目前的位階也算相對比較低的 如果跟所謂的設備股或CPO比起來 是的 所以有機會的還是可以看一下 當資金又開始輪動的時候 中小型或者是這個族群有沒有機會去做表現 好 這邊非常謝謝馮火倫 艾倫 謝謝 好 艾倫預測 因為今天大盤的走勢 不管是不是垃圾盤 都是一個強勢的表態 是一個好的訊息 所以往新高的路上邁進 指日可待 那速度的話當然希望大家可能看快看慢 但無論如何 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我們的眼光可能看向高高在上台積電 但事實上台積電的供應鏈裡面 有一些族群 他目前型態是很OK的 位階卻還不高 如以右側動能來說 在做防守 但是一旦資金開始輪動 產業開始迅速的跑上去的時候 就有機會從右側的動能賺到一個中大的波段 提供給您做參考了 好 廣告回來 我們進入到下一段的節目 剛有提到 如果手上面有台積電可能很歐 所以下一段節目會告訴你 其實我們可以做一個積極加保守的組合拳 那當然 台紫棋昨天晚上一口氣衝了700多點 是不是24000 下個禮拜就有機會來摸一下呢 等一下來揭曉答案喔